这不是一本历史学著作,但历史学家可以从中得到大量显为人知的可靠史料。 这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对中国经济改革做了深刻的经济分析。 这不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却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政治方面的论述。 这不是一部社会学著作,人们却可以从中了解中国二十年的社会变迁。 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但读起来那么轻松愉快。 作者用生动文笔表述了深邃的学术见解。 杨继承著《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时。 第七章,经济体制改革,从外围到核心。 中国计划经济的主体是城市经济。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这个主体的外围开始的。 虽然过去毛泽东一再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国家对农业也有严格的控制。 但是无论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 它还不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 中国的对败开放最初是在划定的区域内进行的, 对计划经济的主体部分触动也不大。 到1984年,农村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以后, 改革的浪潮涌向城市。 由于城市经济改革,触动了计划经济的主体部分, 因而出现了波澜壮阔而又十分复杂的局面。 第一节,城市经济,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试验场。 还是在1956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个日本学术文化代表团时, 说过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我们对中国的建设并不着急,这是人类的一场试验。 坦率地说,不搞上一百年左右,分不清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试验呢? 当然,是社会主义理想的试验。 从世界范围来说,现在这一试验还不到一百年。 虽然前苏联已经解体,东欧也已经发生了巨变, 但是若要评论社会主义的成败,还为时尚早。 所以回顾一下中国的社会主义试验, 也许很有益处。 一个合乎逻辑的理想 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制度 都是从西方引进的。 1516年,英国人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指出, 假如私有制存在,假如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我以为国事的进行就不可能公正顺利。 如果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财产,幸福是不能达到的。 当每个人可以假借着法律去拼命地赚钱, 而就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大的财富, 所有的财富总是落在少数人的手中, 其余的人变得贫困不堪。 莫尔的这种乌托邦思想本来是针对当时的基督教欧洲 被权力和私利弄得四分五裂的情况提出来的。 他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和消灭商品交换, 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根治利己主义的唯一良方。 从17世纪到19世纪,资本主义早期的种种社会问题 引起了当时的人们的深深忧虑。 这些忧虑充分反映在那个时期的一些文学、哲学、 社会学、经济学等传世之作中。 私有制、经济危机、贫富悬殊、金钱至上、 良心和人格都成了商品。 这种情况在这些名著中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 面对这些社会问题, 莫尔的乌托邦理想令人向往。 当时出了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即圣西门、欧文、富丽叶。 他们不仅提出理论,还进行了社会试验。 虽然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天才的思想, 但是他们都接受了莫尔的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商品交换的想法, 并且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从哪些方面变成了科学呢? 恩格斯说,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 而被看作两个历史的产生的阶级,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 他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 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 以及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 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 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 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 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 由于这些发现, 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 由此看来, 马克思把空想变成了科学, 是指两个方面。 一是对, 为什么要实现社会主义 做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 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指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里, 马克思接受了 从莫尔到圣西门等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 消灭私有制, 消灭商品经济。 但是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 还是有不同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 理应如此, 马克思认为, 必然如此。 前者是理想的天堂, 后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这个合乎逻辑的理想的首要任务, 就是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 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 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要解决这个矛盾, 就得消灭私有制。 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 是这样表述的,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想 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 第十四个问题, 这种新的社会制度 应当是怎样的? 答, 这种新的社会制度 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 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 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 由整个社会来经营。 就是说, 为了共同的利益, 按照共同的计划, 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 这样, 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 而代之以联合。 因为个人经营工业的必然结果 是私有制, 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 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 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 和竞争是分不开的。 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 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 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 即所谓的财产共有。 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 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 最简明额要的概括。 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 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 由于大工业的发展, 第一,产生了空前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 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 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 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 而广大的人民群众越来越变成了无产者, 资产者的财富越增加, 无产者的境遇就越悲惨和难以忍受。 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 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 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 以至于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 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 甚至完全必要。 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认为的 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纯越好的理论根源。 新中国建立以来, 动用了各种舆论工具, 宣传全民所有制的理想, 批判私有制的罪恶。 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小说《山香巨变》, 用动人的篇章向青年们灌输了 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思想。 著名作家李准的成名作, 不能走那条路, 用震撼人心的故事, 来批判农村的单干。 成千上万的人, 把消灭私有制当作自己 终生的奋斗目标。 这么美好的理想, 当然早一点时间比晚一点时间好。 这些正是农村搞穷过渡, 人民公社追求一大二公思想的根源。 由于农村在1958年穷过渡的失败, 2000多万人死于饥饿, 才杀住了一大二公的狂潮。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仍然没有放弃对这一理想的追求。 这个理想的第二项内容就是消灭商品生产, 实行计划经济。 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怎么办呢? 消灭商品生产, 实行计划经济。 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中, 各个产业之间, 各种产品之间, 都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比例关系失调就会出现经济危机。 马克思主义认为, 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 生产是盲目的, 无政府的, 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 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 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才能达到平衡。 消灭私有制以后, 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 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 经济危机就会消除。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 商品生产就会被消除, 而商品对于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社会生产者内部的无政府状态, 将为有计划的自觉地组织所代替。 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 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 因此在上述前提下, 社会也不会赋予产品以价值。 各种消费品的效用, 它们被相互衡量, 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须的劳动量相比较, 最后决定这一计划。 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 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没有全社会严格遵守的统一标准的, 有计划的国家组织, 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计划要具有立法的职能,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 应当具有立法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 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 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 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 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 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 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 没有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是和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的。 这一思想也深深地灌输到 中国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之中。 这个理想的第三项内容, 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指生活资料, 因为生产资料已经公有了, 没有分配问题。 除了自己的劳动, 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 另一方面, 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 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 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 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 他根据这张凭证, 从社会储存中领取一份 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 人类从资本主义, 只能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各尽所能按劳取仇,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排除了其他分配方式, 如按资分配, 因此把拿利息当作了剥削。 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 资本家把工厂交给了国家, 而拿很少的定息。 即使如此, 后来也被当成了剥削的根据, 而一直受到批判。 消灭了私有制, 实现了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 国民经济就能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 经济危机将终止, 剥削阶级, 阶级的对立将消除, 商品对于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 人们将从金钱的奴隶变成社会的主人, 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将变成 平等的互助关系。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 而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罪恶的、腐朽的, 进入20世纪已经是垂死的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势不两立, 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 曾经有过十分乐观的期望, 几次预言,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即将来临。 但是, 社会主义并没有因为他们强烈的期望 而在欧洲投下足迹。 列宁预言整个资本主义 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垂死阶段。 但是, 他预言之后的70多年, 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垂而不死, 反而生命力更强了。 马克思极力回避对未来社会做出预言, 但是十分清楚的是, 马克思及其理论体系, 反复阐述了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 这就是用社会所有制, 有时又易为公有制, 来取代私有制, 用计划调节, 取代市场调节, 用按劳分配, 取代按资分配。 这一点, 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认识, 也是十分明确和统一的。 当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说过一些留有余地的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画出社会主义, 在他们那里,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通用的, 他们曾经设想, 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 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具体蓝图, 在他们晚年对共产主义斗争, 还持有十分冷静的态度。 列宁一开始, 也是企图按照马克思的书本来建设共产主义的, 企图消灭商品和货币, 但他很快在实践面前退却了。 毛泽东是一位最敢于独创的人, 他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中国的体制虽然从苏联那里来, 但是还有很多与苏联不同的东西。 然而, 马克思、 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 在实践面前的一些实事求是的态度, 仅仅被人们看作是实现前面所介绍的那些理想的策略, 丝毫也没有改变, 减弱共产主义理想。 这个美好的理想, 以各种通俗的形式, 向各种年龄, 各种不同文化水平, 各种不同身份的人, 年复一年的宣传和灌输。 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就是以上述理想为出发点的, 是社会主义在东方的实验。 虽然在实践中, 有些理想暂时不能实现, 但作为未来的奋斗目标是不能动摇的。 中国共产党把对这种信仰是不是坚定, 作为考察党员, 任用干部的重要条件。 根据上述理想, 全民所有制很自然就成了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而集体所有制只是向全民所有制过度的阶梯而已。 所以在农村, 先是把农业、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 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进而想通过人民公社变成全民经济。 当时的口号是,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金桥。 在城市, 则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即利用政权、 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 采取利用、 限制和改造的赎买政策, 把私人工商业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 当时认为, 社会主义改造是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 谁战胜谁的斗争。 尽管在这场斗争中, 国家采取了较温和的政策, 在时间上是逐步完成, 在方式上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剥夺。 但是由于长期的思想灌输, 在人们的心目中, 已经形成了全民所有制程度越高越好, 所有制过度越快越好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在接收大城市时, 已经没收了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 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最初部分。 1949年, 在微博的工业基础上, 国营工业的比重为26.2%, 集体工业占0.5%, 公司合营占1.6%, 私营工业占48.7%, 个体手工业占23%. 建国以后, 国营企业向私营企业加工、订货 或者包销收购私营企业的产品, 把私营企业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 也同时控制了私营企业。 1952年,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进一步加强了对私营企业的控制。 1952年, 国营工业产值比重上升到 到了41.5%, 集体工业占3.3%, 公司合营占4%, 私营工业下降到了30.6%, 个体手工业为20.6%。 在社会零售商品的总额中, 国营占了34.4%, 公司合营占0.4%, 个体占60.9%, 农民对于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了4.3%, 在这个时期, 国家对于粮食、棉花、油料以及棉纱、棉布等重要的物资, 实行了统购统销。 私营企业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 当时的私营企业中, 有三分之二是纺织工业, 统共统销从两头卡住了他们, 使他们完全处于国家控制之下, 同时在政治上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 连子女也感到不光彩。 私营企业在经济上、政治上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他们没有别的出路, 因此国家一号召公司合营, 他们就积极响应。 著名的企业家李竹辰、荣毅仁又带头大力推动, 按照原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 是要在1967年完成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12月5日, 刘少奇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的批示, 说中央设想提前到1962年完成, 结果1956年就完成了。 这叫毛泽东怎么不高兴呢? 他在1956年1月2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十分得意地说, 公司合营走得这么快, 这是没有料想到的, 谁料得到? 现在又没有孔明, 意料不到那么快吗? 对于私营企业家来说, 公司合营是唯一的选择, 但是他们的心里是痛苦的, 有的人白天在街上敲锣打鼓, 庆祝进入了社会主义, 晚上和老婆抱头痛哭。 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 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 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是53.8%, 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 公司合营工业占26.3%, 私营工业只占了0.1%, 城乡个体首工业占了0.8%。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 国营工业的总产值 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80.8%, 集体所有制的工业占了19.2%, 二者囊括了所有的工业。 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 全民所有制占了90.5%, 集体所有制占了7.4%, 个体只占了0.1%, 农民对于非农业居民的零售额占了2.0%。 对于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广大群众来说, 用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 因为令人向往的共产主义在向我们走近了。 所以每一次公有制的胜利, 总是会有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在游行中, 连老太太也穿上漂亮的衣服组成了央歌队。 在那个时代, 沾了私有经济的边, 在政治上就要受到歧视, 自己也感到很不光彩。 青年人家庭出身如果是资本家、 企业主, 在升学、就业、入团、参军等方面都要受到影响。 一大二公是最光荣的。 在六十年代, 清华大学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 我们班有一位名叫张自立的同学, 朗诵了苏联诗人玛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诗。 当他用激昂的声调念叨, 一切都是公有的, 除了牙刷, 这句话时, 全场掌声雷动。 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中国基本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工业企业生产什么品种和生产多少数量, 完全由国家下达指令性指标来确定。 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由国家计划掉拨, 其价格由国家决定, 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营商业部门或者物资部门收购掉拨。 企业的名义利润和折扣基金全部上缴。 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所需要的钱, 以及生产流动资金都由财政调拨。 流动资金中, 季节性、临时性的超定额部分由国家银行贷款, 企业的职工人数由国家订编, 工人由国家劳动部门分配, 企业领导人由国家任命, 整个国家仿佛是一座大的工厂, 企业则是一个生产车间。 很多企业由中央部门直接管理, 与所在地方没有关系。 1953年,中央直属企业2800个, 而1957年增加到了9300个。 计划经济一开始就遇到了技术上的难题, 工业产品成千上万, 国家纪委不可能全管起来。 改革以前, 国家纪委直接管的产品有几百种, 按照产值计算, 约占总产值的半数以上, 各部门的产品也有数千种, 就是由国家纪委直接管的几百个产品, 也只能管品种, 其规格、花色都没法管。 例如,刚才这个产品, 据1982年资料, 全国共有15大类, 300多个品种, 1700多个组具, 是指刚才的尺寸, 2万多种规格, 国家纪委和冶金部, 只能管到品种这个层次, 再具体就无法管下去了。 国家管不了, 又不让地方和企业自主经营, 所以生产和需求脱节的情况十分严重。 妇女们买不到头发卡子,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生产资料不是商品, 不能自由买卖, 要由国家计划掉拨。 1953年, 计划分配物资227种, 其中统配物资112种, 不管物资115种, 以后逐年增加, 到1957年, 计划分配物资增加到532种, 其中统配物资231种。 1958年实行权力下放, 统配不管物资有所减少, 但是到了1978年, 统配不管物资还有689种。 这些物资的生产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无权支配, 由于物资管理的高度集中统一, 国营物资部门和国营商业管不过来, 又不允许私人贩运, 许多山货土产运不出来, 只能白白地烂在山上, 山区牧区有很多种土特产的产量, 比1949年减少了70%到80%。 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至1957年, 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计划。 在当时经济结构比较简单, 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 它的成就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一五计划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么理想, 一五计划的头三年并没有具体的计划。 1952年8月提出的 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轮廓方针 和五年计划的任务是一五计划头三年的依据。 这个依据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 工农业发展速度安排过高, 基本建设的规模安排过大, 建设资金来源不落实。 因此在执行了两年半以后, 不得不在1955年7月 进行较多的修改和补充, 正式的一五计划 是在时间过了一半之后才拿出来的。 在执行过程中, 又出现了几次失误, 例如1956年比例失调, 1957年进行了调整。 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8年至1962年间, 出现了以钢为钢的大跃进, 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 粮食产量1961年 比1957年下降了26.4%, 被迫进行了五年调整, 即从1961年到1965年。 第三个五年计划, 1966年到1970年, 实际上是以国防、 大小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 把几千亿元投进了大山沟, 其损失和浪费是极为严重的。 1970年又出现了冒进, 又一次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第四个五年计划, 1971年到1975年, 出现了两次大起大落, 上下折腾。 这个计划完全是主观意志的产物, 例如计划钢产量 3500到4000万吨, 唯一的根据就是毛泽东1957年 在莫斯科讲过的 15年钢产量要达到这个数字。 四五计划执行的结果是, 计划表上的51种主要经济指标, 有25种没有完成。 计划利保的30种重工业产品, 有18种没有完成计划。 第五个五年计划, 1976年到1980年, 又出现了洋月进, 国民经济又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 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 1979年4月, 中央工作会议决定 三年经济调整, 1980年12月, 又决定实行进一步调整。 中国人记不清 进行了多少次经济调整, 每一次冒进是一次资源的大浪费, 每一次调整是一次生产力大破坏。 广大的群众节衣缩食, 而巨额的财富 因为计划失误而复制东流。 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 用于基建投资6000亿米, 其中三分之一因为投资失误而浪费, 有三分之一没有达到设计能力。 上面所说的这种排斥商品经济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困难, 其中主要是技术上的困难。 因此从斯大林到毛泽东, 都不断地在实践和理论上做出退让。 1956年, 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 开始改变过分集中的体制, 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 但是由于不承认市场机制 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只是在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系统上进行了权力分配, 这样就一直摆脱不了 一放就乱, 一乱就收, 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 在商品和价值规律的问题上, 实践上的困难迫使斯大林倒退了一步, 承认在社会主义时期, 价值规律还起作用。 但是斯大林只承认他在两种所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才起作用。 而在全民所有制内部, 只是经济核算的工具, 不是调节经济的杠杆。 毛泽东虽然也承认商品和价值规律, 但是他只停留在斯大林所划定的界限之内。 在1978年以前, 中国虽然也进行了多次体制上的调整, 但总的是在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 这个限度内进行的权力再分配。 尽管计划经济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人们对他还是抱有很大的期望, 因为这是和共产主义理想联系着的。 多少年来, 人们都在努力地改进计划工作, 他们天真的相信, 有一天, 如果用电子计算机来管理计划工作, 各种困难就会迎刃而解了。 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 原来意义的按劳分配是指劳动者只得到实物形态的消费资料, 劳动者只能在个人生活的范围内决策, 而其他的各种经济决策都要在著名的六项扣除中, 由政府去统一考虑了。 所以按劳分配是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 由于计划经济在技术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按劳分配也就不可能像原来设想的那样, 又由于商品和货币关系还存在, 按劳分配也不能像马克思说的那样。 评一章证明他付出多少劳动量的证书, 领取相当于这份劳动量的消费资料。 按劳分配最方便的形式还是货币工资制。 国家把每个职工在一个月内提供的劳动所应得的劳动报酬, 归结为一定的工资。 职工拿到工资以后, 再到商店去换取相应的消费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 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继续实行供给制。 对于从国民党政府和外资手中接收过来的企业, 职工报酬基本维持原状。 后来实行工资改革, 对生产工人普遍实行八级工资制。 虽然强调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但在执行中, 除了寄件工资以外, 很难做到这一点。 几十年来,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虽然天天喊按劳分配, 可是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按劳分配。 1975年, 我到天津拖拉机场调查, 在生产第一线, 80%的工人都是二级工, 不管劳动好坏, 工资都是41块5。 多劳不多得, 少劳不少得, 在全国各地, 在各个部门, 各个行业都是如此。 在50年代后期, 中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 如列宁说的, 就产品按劳分配这一点来说, 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于是就开始否定按劳分配。 1958年张春桥发表,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 批评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 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 说这是对每一个 有共产主义理想觉悟的人的一种侮辱, 批评等级公资制和寄贱公资制, 说这是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理和法 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 极力赞美战争年代的供给制。 毛泽东亲自编写了编者案, 说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 交人民日报发表。 文化大革命中,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 喊得更响了, 暗劳分配基本上是被政治挂帅所替代。 无疑这种左的思想对暗劳分配是一种冲击, 但实事求是的说, 暗劳分配其所以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实行, 其原因还是在于这种制度本身。 马克思等人的本意, 暗劳分配是在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情况下才能实行。 正如本书前面介绍的, 实践中还不能消除商品货币关系, 在分配中还得借助价值转换过程。 价值转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 影响因素很多, 这些因素是不规范的, 是人们难以把握的, 它会使劳和仇之间的关系扭曲模糊。 此外, 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在某一个企业中劳动, 它和社会的联系是通过企业来实现的, 它的劳实现得好与坏, 决定于企业和社会的关系。 所以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 企业的经营条件不同, 企业的经营水平不同, 劳动者付出同等的劳动所得到的报酬会有很大的差别, 等量劳动不可能得到等量的报酬。 在实际操作中, 按劳分配在技术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第一, 什么是劳? 现在生产过程十分复杂, 有第一线的直接劳动, 有第二线的间接劳动, 有生产劳动, 有经营劳动, 这些劳动的性质、 内容、 功能、 效果差别很大, 相互之间很难比较, 更难用一个劳字来界定它。 第二, 怎么计量劳? 除了计价的手工操作以外, 在生产中, 很难公平地计量每一个人的劳动成果。 简单劳动如此, 复杂劳动更无法量化到个人。 复杂劳动成果转化为简单劳动成果,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 想用简单的倍加, 作为按劳分配的方法, 那是不可能的。 既然按劳分配在技术上难以实现, 在实践中, 就很自然地, 很不公平, 很不合理。 职工的工资由国家直接掌握, 每隔几年调整一次。 在60年代以后的十多年内, 工资基本没有调整, 到了70年代后期, 开始每隔几年调整一次, 但是每一次调整, 只给一定的比例。 因而把国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关系, 转化为了工人之间的互相争夺。 1980年, 我对当时的工资调整进行了一次调查, 并且写了一个调查报告, 为了让今天的读者了解当时调工资的情况, 现将它抄录如下。 天津市在调整工资中出现了多起恶性事故, 应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工资制度。 从年初到7月底, 天津市在平定工资过程中, 发生了服毒、跳河、跳楼、自焚等自杀事件21起, 死亡3人, 行凶杀人未遂事件9起, 绝食5起, 出走4起, 还发生了多次打人事件。 北京铁路局天津电务大队27岁的二级工黄德江, 由于没有平上工资, 往自己身上倒柴油, 自焚身亡。 库工石敏21岁, 王岚20岁, 在调资中喝了滴滴味, 经过抢救, 王岚脱险, 石敏死亡。 二清局锅炉修造厂的女工孔庆岩, 平滋时第二榜无名, 她找领导反映评分的不合理, 后来她听说第三榜又没有她, 就喝了一瓶滴滴味, 经过抢救脱险以后, 她说, 平不上还得死。 在一些单位还发现, 有人身带着匕首, 准备和人拼命。 天津在这次调整工资中, 矛盾十分尖锐, 有人用影片的名字描述平工资的几个阶段, 思想运动阶段是沉默的人, 谁也不表态, 发榜前是激战前夜, 都在想办法如何压倒竞争对手, 从头榜到三榜之间是生死搏斗, 打架、斗殴、凶杀事件多是在这个时候发生, 有的基层领导干部害怕工人殴打, 不得不逃到外地去避难。 一些负责调工资的干部说,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 根本原因是调资的政策有问题, 工资制度本身不合理。 天津市调资办公室的同志反映, 这次调资工作有很多不妥之处。 首先, 这次调资和1977年的调资, 在政策上缺乏必要的连续性, 上次基本是按照工作年限解决低工资问题, 但是由于升级比例的限制, 当时有一些年限长、 工资低的人没有升级。 由于这次不考虑工作年限, 这批人还有可能胜不了级, 他们的抵触情绪最大。 同时这次规定的三条原则, 贡献大小、技术高低、 劳动态度好坏, 在具体执行上很难掌握, 特别是一些集体操作的工种, 如炼钢、炸钢等, 和科室干部要分清谁的贡献大小是很困难的。 因此有些单位不得不在没有差别中找差别, 在没有矛盾中找矛盾, 人为的制造了很多不团结因素。 很多同志认为, 这种每隔几年提高一部分人的工资的做法有很多弊端, 确定升级的比例不是根据实际上有多少人需要升级来确定, 而是根据国家的财政能力来确定。 国家能拿出多少钱, 就让多少人升级。 这样确定的比例, 比如这次的40%和实际需要升级的人数相差悬殊。 在我国目前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 工资本来是劳动者和国家的经济关系, 他付出了多少劳动, 国家给他多少工资, 调整工资应该是调整国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而现在凭工资, 却变成了劳动者之间相互争夺的关系, 把国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转移到了劳动者之间去了。 这是很不合理的, 也是有害的。 很多同志认为, 要改变这种调整工资的办法, 真正把工资作为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杠杆, 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 按劳分配原则, 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试验是不成功的。 在改革以前, 分配一直是平均主义, 这种大锅饭的分配制度, 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懒汉, 这是中国的经济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节理论战市场经济论获胜。